大家好,这里是平时见经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溥仪被苏联俘虏后的优越生活 我们都知道 溥仪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1924年 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皇宫 开始了漂泊的生活 后来溥仪被日本人利用 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他本来也想利用日本人 可他想得有点天真了 1945年 日本战败后 经日方安排 溥仪先到了沈阳 准备飞往日本 可是途中被苏联军方俘虏 压界回了苏联 先后辗转了多个收容所 溥仪本以为会遭到非人的对待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苏军给溥仪安排了一日四餐 伙食还很不错 溥仪还被安排在独立的楼房里 周边环境优美 溥仪被俘虏后 生活依旧优越 渐渐忘了俘虏的身份 在关押期间 还有仆人伺候 又有来当皇帝的感觉 五年后 他被苏方送回了中国 进行劳动改造 对于溥仪在苏联的俘虏生活 你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什么想说的 你要是说好 我会用你 我会把我买到 是什么想法